D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D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大家好,我是Elena 当一位艺人身兼多个身份 他们的故事和经历可能更多的丰富和多样化的 这么多元化的职业生涯 会让他们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压力的 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来平衡很多领域的一些工作和承诺 D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我们邀请了一位香港演员兼音乐人 与我们分享他的职业经历和这些背后的故事 有请Vincent 陆君贤 Hello 大家好,我叫陆君贤 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好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涉足这些演艺和音乐领域的?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很内联的人 但是从中学开始就是自己去喜欢看电影 看音乐表演 但是当时没有信心去把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 但就是经常去观想 如果这只是 戏里面那个人 其实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 其实在当时培养了一个这样的想法 但是直到大学的Drama Society 好像这个戏剧都是一个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方法了 所以就是才大学的时候 才真正去尝试当我自己以外的一些角色 然后就是有一些公开的影片去Casting 那当时我很记得就是我第一个的短片就是 在Drama Society里面看到的 就是当时有一个影片就是找一个17-18岁的一个人 去当一个扇摩 然后当时就觉得很好玩啊 就是要学习懂得去如何的去表达自己其实很重要了 那如果学会怎么样去表达的话呢 也可以通过可能演艺的方式啊 去尝试不同的角色 那其实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或者事件了吗 然后他们对你的一些演艺啊 还有音乐事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有不小的 第一个难忘的经历就是我第一次去外国去拍戏了 当然就是去了这么美好的地方去拍戏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过程去别的国家 一边拍戏一边去认识别人的文化 这是第一啊 第二就是比较深刻一点就是 我有一些的演艺的朋友啊就是 这几年了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们都是很热爱的戏剧人 这些事情都令我明白到 我们的我的生命好像很脆弱很短暂的 所以每当我有一些不开心啊有压力的时候想到这些就是啊 跟自己说啊 你看呢你有这个机会健康的身体留在现在已经很好了 所以不要想太多了 在去年了开始了我是听到有一些人了去悉心我啊 他说啊你的歌曲啊啊在我不开心的时候啊啊都是带给我力量啊很有这个安全感 但我感受到他们的对我的期待还有感受到我做一些事情人来对他们来说是令他们有力量啊很开心的话呢 我感受到我自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做更好 是其实每个人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啊 那你通过你自己的故事啊可能你演绎出来这些音乐呢 也感动了很多可能有感同身受的一些人啊 然后让他们觉得说啊确实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那其实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呢 相信也无法避免会收到一些负面的评论嘛 那你会如何处理这些评论呢 现在我我都是很开心去面对这些评论呢 因为就是啊你有人评论你就是代表有人去看 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哪一些意见是好 真正想帮助你的一些意见呢 还有哪一些是纯粹是恶意的意见呢 那那你自己有一个中立的心态去看到这些事情的话 那很多很多的意见很多的评论你都是 都能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 可以看到Vincent是以非常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些负面评论的 就是你也会去规划啦 就是哎呃这些评论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会给我进行可能 哦带来进步的啊 还是说这些负面评论单纯只是使用恶意的捧击我等等 就希望有机会呢你也是来到这里 我们就来吃个饭啊等等的 就希望你演艺跟你音乐的生涯呢 继续啊好好的加油啦 谢谢Vincent陆俊贤 谢谢Lina 谢谢TFM 谢谢Lina 谢谢TFM 谢谢Vincent陆俊贤